从长安一霸到要打断电小二的腿,你要闹哪样? 说起电小二可谓是无人不知,靠着卖小道消息成为了长安城一霸 有人称他为师父,有人奉他为财神,还有人花重金要打断他的腿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2004年,在当时有一种无消耗打宝图的方法 升到十几后只要不下线就能正常玩游戏 而且对交易及与任务等没有一点影响 最主要的是电小二的宝图任务十级就可以领取 首先选择一个男性先祖,以武力加点练到十级败入武装冠门派 因为强盗经常逃到武装冠内,直接回门派就能追杀 十级能去的地图很少,如奥莱,女儿,东海湾,剑叶等 只要不是这些地图就重新接任务,而且强盗是跟随等级来提升战力 十级角色平坎加海毛虫平坎,两回合必非,一小时能打20张宝图 直到2005年8月,官方调整杀强盗的宝图的概率 由固定概率调整为受等级影响,等级越高获得宝图几率越大 同时也让领取宝图任务最低等级提升至30级 其实十级打图做法是钻游戏的漏洞,修改后对宝图任务完全无影响 对于我们正常游戏的玩家来说,其实是一种福音 2006年7月,策划再次对宝图任务下手,领取宝图任务增加时间限制 两次任务的时间间隔不得小于两分钟,同时还添加了贼王事件 找到并打败他,可百分百获得一张藏宝图 2008年11月,再次调整宝图任务,增加每日领取宝图任务限制 每天领取350次以内的玩家不受影响 350到500次间宝图获得几率减半 500次后将不再获得宝图,并每其名曰 为了限制单一的打图行为,就像我一天能打500次一样 2009年1月,这次修改是被玩家骂得最凶的一次 将正标头压标任务,垫小二宝图任务等 NPC会在所在场景随机移动,而且需要达到很近的距离内才能领取 既然你要控制宝图数量,就得解放垫小二 让他游走在长安城每个角落,一时间怨声载道 也让很多人不惜花重金要打断垫小二的腿 在开放三界攻击系统后,对宝图任务更是致命的打击 先游玩家69级以上不需要消耗三界攻击 改成每天前100次不消耗三界攻击 再改成每天前40次,你觉得下一次还会怎么改?